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大家都在谈新年习俗哈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因为新年习俗呢 其实各个国家差异非常大 几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当然了 有一点是一样的 就是基本上呢 就是 除旧迎新 那我比较熟悉的是美国和中国 先说说美国哈 美国呢 节日按重要性 其实新年并不多 并不是很前面的 第一是感恩节 全家团聚吃火鸡 那么这个呢 就类似于中国的农历新年年夜饭 第二呢 我认为是圣诞节 因为这是一个宗教变成民俗的节日 不过呢 因为不少呢 因为宗教和民族的原因呢 它不过圣诞节 所以现在呢 问候语呢 就分成两种 就表面上似乎差别不大 但是反映出来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一种呢 是传统的 在美国哈 叫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就是圣诞快乐新年好 那么另外一种呢 是强调多元化的 就是叫 Happy Holidays 就它避开了这个圣诞节 那么 所以你看哈 平常使用问候语 你基本上就能辨别 这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 而这个杨丽新年呢 我们讲的是杨丽新年哈 它意味着这个美国节日这个季节的结束 呃 美国很多新年习俗呢 它都是移民从原来的国家带来的 呃 你比如说这个 在东部一些地方哈 它有这个 把旧东西 就是过年前把旧东西扔掉 或者砸碎的这个习俗 这个呢 可能就是从意大利啊 或者是希腊移民带来的 呃 还有呢 就是室外冷水 或者是冰水 洗澡 或者掉 在河里面扎个 那个冰上面扎个洞到河里去洗澡 这个可能从俄国或者是北欧一些国家 移民带来的 美国最大的跨年活动呢 其实是现代人创造出来的 就是纽约时报广场 这个跨年的水晶球降落一式 那么这个呢 是从 呃 19世纪航海遗留下来的一个传统 就很多港口啊 它会在中午的时候从杆子上 降下一个时间球 呃 干什么用呢 就是让外来的船只呢 可以根据这个 时间球呢 来调整为当地时间 而这个纽约时报呢 呃 纽约时报广场的这个水晶球呢 呃 它的降落是从1907年开始的 呃 到现在117年的历史 不过纽约时报广场的这个 呃 跨年庆祝活动啊 更早一点 是二零 呃 1904年开始的 三年以后才开始有 这个 灯光球降起来的这个传统 纽约的跨年纪念活动呢 就跟预计的一样哈 呃 下午的时候就有大批巴勒斯坦的支持者 在这个哥伦布圆环 集结 那么天黑以后呢 抗议人群就 离开这个中央公园 因为圆环就在中央公园旁边嘛 呃 抗议人群就沿着第六大道呢 向南行进 就是向时代广场的方向前进 不过呢 显然呢 警方已经严正以待 所以当局告诉这个组织者呢 就 散去 回家 明天再来抗议 呃 就是不要吵大家的这个过年哈 呃 所以我们看到今年这个跨年水晶球的这个过程啊 在时报广场是非常顺利的 显然纽约警方呢 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 因为在这之前大家都有警告嘛 呃 可见无论抗议还是骚乱哈 不是能不能控制 而是愿不愿意控制的问题 而抗议者的这个呃 制造麻烦的能力和他的 抗议的暴力程度呢 是和当局的这个强硬态度呈反比的 当局越强硬 抗议的呃 水平就越低 他不是说两边一起上的哈 呃 美国另外一个抗年抗这个跨年抗议的地方呢 是波士顿 就抗议者占领了波士顿的这个市 市的广场 就是波士顿康门 呃 但是呢 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这是过年哈 那中国的过年呢 其实中国 重要的也不是这个新年 这个新年实际上是一个政府规定的假日 正是因为政府规定的假日 才变成了一个大家 期盼的因为可以休息 呃 中国其实重视的是一个传统的新年 那么这个现在的这个 阳历的新年呢 就是元旦哈 其实元旦最早的是指的是 农历的新年 呃 现在把它搬到这里来了 农历的那个新年呢 就变成了叫新年 呃 这个呢 实际上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才规定的这个节日 所以比较新 因此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传统 所以大家现在 呃 国际上嘛 比较普遍的就是烟花秀 就是跨年的时候烟花秀 那中国的呢 就是呃 这个年我我估计哈 呃 按照我自己的经历 在中国待了这么久 也没有发现这个 就是 阳历新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所以它不是一个 不是严格的说哈 呃 在东方亚洲大部分国家 呃 它不是一个传统的节日 这是一个新传统哈 好 我们现在谈一下国际上的哈 今天不讲太严重的事件哈 就是讲一些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吧 呃 那这个事情就算比较严重的 就是胡塞武装呢 在鸿海继续拦截这个商船 它有四艘小艇 试图攻击一艘集装箱船 那么这里呢 有几个细节 首先呢 这支船呢 是悬挂新加坡国企的 丹麦的马斯基集团的 这个叫杭州号 所以我估计这个船呢 是应该在中国制造 在新加坡挂牌 呃 老板呢 是丹麦 呃 这是这艘船 24小时之内第二次受到攻击 那么前面一次呢 是周六的时候 美军拦截了两枚攻击导弹 那么另外一枚呢 没拦截住 就击中了商船 那么考虑到这艘船呢 是继续航行 而且遭到了再次攻击 所以看来第一次的伤害并不大 而再次攻击以后呢 商船是发出了求救信号 到美军 直升飞机过去的时候 发现 这些攻击小船离商船只有 不到20米 正在试图登船 所以美军呢 是艾森豪尾航母啊 和这个格雷夫利的这个驱逐舰 他们派出了多架直升飞机 就是向这些小船呢 发出口头警告 结果呢 这些小船的上面的胡塞武装呢 向美军直升机开火作为回应 所以结果呢 直升机就 就开火了 继承了三艘 大概击毙了十名这个船员 剩下一手呢 就跑掉了 这说明几个问题呢 一个呢 美军在鸿海的保护商船呢 已经有了比较有效的成熟的方案 就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呢 是拦截导弹和无人机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对于直接攻击的快速对应 因为你最怕的是来不及 就是一旦发现攻击的时候 当美军到达的时候 他已经占领了商船了 或者是已经 杀死人质了 这就很麻烦 所以他们速度非常快 当接到报警的时候 赶到那里的时候 那个船还没有接触到 还差20米嘛 所以说 这个拦截成功了 呃 现在呢 就是不知道 啊 为什么小船 会直接攻击美军的直升机 而不是立即逃跑 因为逃跑的时候 多半美军不会去把它击沉的 呃 海上跟陆地上不一样 它没有长生之处 在这种情况下 主动攻击美军的这个 直升机 就是美军在有绝对的空军优势的 呃 这种时候攻击美军 似乎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 呃 那么美军在鸿海的护航呢 可以对未来的局势 紧张的时候 在南海护航 维持航道呢 提供经验和参考 呃 当然美国表示呢 不太可能扩大冲突哈 但是根据星期日泰伍斯报的报道呢 英国也表示 将会加入美国领头的这个对抗 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 在鸿海的这个攻击行动 那么这个联合行动呢 会由美国 英国 还有另外一个没有披露名字的国家 联合进行 他们会对胡塞在鸿海的武装 甚至在本土上的基地进行空袭 呃 那么具体我们看哈 新年这是一个比较呃大的事情 因为毕竟现在 世界上几个关键地方嘛 除了哈以冲突和俄乌战争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鸿海 胡塞武装的这个封锁航道 呃 那么讲讲中国的事情哈 2023年底呢 呃 习近平发表了一个新年贺词 他照样是成绩是伟大的 困难是暂时的 从这个他的描述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哈 大概成就呢 是占9成或者9成5的这个样子 而这个呃 困难呢 是大概占1成或者是0.5成 半成的样子 呃 这和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感受呢 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呃 这里我不打算认真评论哈 这也不值得什么评论 那么看到有人居然根据呃 他说的一句话叫做我们的目标很宏伟 也很朴素 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就根据这个呢 说习近平 比其他国家领导人更接地气 甚至帮民众实际解决问题 呃 中共从来就不缺漂亮的口号和承诺 这和中共夺取政权以前 对中国人民做出的承诺一模一样 但是七十多年都不能够兑现 为什么到今天你就认为它能兑现了呢 而且还是在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 其实这里有一个隐藏的信息 就是呃 就是这里讲的哈是 实际上是中共 就是习近平讲话这一句话指的是 中共我们 他指的是中共和习近平自己 而和老百姓呢是对立的 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这个让子很重要 就说老百姓的好日子是党恩赐的 这意思 实际上老百姓的好日子不需要谁来让他过 只要有个不折腾的法治环境 老百姓自己挣来自己的好日子 不是党让他过的好日子 那么关于台湾问题呢 虽然这一句话哈 却是海外最关注的一句话 就习近平说 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 两岸同胞要携手共心 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那么蔡英文呢就做了一个回应 她的回应呢是期盼两岸哈 以和平对等民主对话 寻求两岸之间长远稳定的和平共存之道 这就很显然了哈就是 是和平共存长远和平共存 就是说基本上不考虑统一的问题 至于和中国的关系呢 他说要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 就是台湾人民来投票 呃这个很明显就是拒绝了 这个 习近平的这个说法哈 呃 那么 2023年呢 我上次说我说不不做总结哈 其实呢 呃 财新有一篇文章被404了 就是叫2023终有一别 这个呢 其实总结的非常好 就中国大陆的情况哈 他列举了2023年就是去世的 中国和世界的名人 那么为什么被404呢 哪些人 触动了习近平的神经 至少呢 排第一的是李克强嘛 呃放了照片 黑白照片 他是 我认为哈他就是中国 中共进行改革开放的最后一个领导人 还死得不明不白 那么这里还提到了其他一些人民哈 叫江平 象征着什么 江平象征着中国 中共统治下 没有法治 蒋燕勇呢 象征着中共对危害人类传染病的掩盖 和 中国少数 就是一些有良知的人对此的抗争 其实他还代表了后来的那些抗争 就在 这次疫情当中的抗争 呃 呃那么高耀杰呢 是 凸显了中共 脱贫的真相 就是用反人类的卖血经济 来实现脱贫 出发点是 完成党的任务 而不是改善民众生活 而这个租赁这个案子呢 表明哈 就是即使在权贵圈子里面 同样没有法治和正义 如果一方的权势比另外一方更小的话 那么他照样也会被剥夺权力 所以被和谐这篇文章 财新的文章被和谐这是必然的 那么关于2014年的展望哈 全世界政治经济 我认为会继续动荡 新年第一天 日本就发生了7级以上的地震 而且引发海啸 虽然看到地面裂开哈 建筑物剧烈的摇晃 嗯 所幸的是现在还没有 当然可能会后来出现哈 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和甘肃地震相比 就是说受灾民众的命运 这是天差地别的 按照中共的逻辑来看的话呢 这就应该是社会制度的优劣区别 那么哪个是哪个优哪个列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那么2024年呢是 我觉得是决定全球政治走向的重要的一年 因为至少有 大概有50多个国家要举行大选 而且其中有一些是会决定 跟世界的未来有关系的 包括美国 英国 台湾 印度 墨西哥 澳洲 比利时 南非 韩国等等 而可以预计的呢是 世界的保守主义 继续回归 那像葡萄牙哈 大概率 保守派会上台 2023年发生的事情呢 包括继续进行俄乌战争 哈以冲突引发的这个西方国家 清哈马斯的抗议活动 以及相关的移民政策难民危机的讨论 都会加强这种政治气候的转向 就是转向保守主义 那么可以预期的是呢 就中国经济很难在2024年呢走出困境 主要是国内的这个恢复啊 缺乏动力和这个条件 没有新的增长点 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很难改变 所以国外资金呢还会继续撤出 要想重新吸引大量的外资投入 这是在2024年至少我们看不到任何迹象 那么美国和台湾的大选呢 对世界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 可能可以说是最大的 这个我们要看哈 因为台湾还有 13号就投票了嘛 所以还不到两周就要投票了 那么哈以冲突呢我觉得会继续一段时间 但是不会太长 不会持续拖一年或者一年以上 以色列是拖不起的 而国际压力呢不会起太大的作用 不管你联合国通过多少决议 因为毕竟这是对以色列生死存亡的事情 以色列不会让步 没有办法让步 再让步的话它就没法生存了 俄乌战争会继续哈 除非有重大的突发事件发生 还有一些事情呢就是人家是用这个 profit就是这个 算命的方式来预测的哈 但是这种事情呢不可预测 我也不会去拆 但是呢这些事情如果发生的话呢 那么影响会很大的 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健康 那这可以是包括美国中国俄国 这几个重要的大国 那么如果发生了的话呢 那只能说是添翼了 这个我们有很多预测哈 谈到这一点 但是我不去测它 我只是说这是一个可能性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讲 今年一开始年呢就要公布 爱波斯坦小岛的名单 今天还没公布 因为今天是1月1号还是休息的时间 所有的部门都休息 十一期也休息 智库也休息 所以没有人会公布 那估计呢明天上班以后 就第一个星期之内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名单会公布 如果没有出现意外的话 那么这几天呢在美国 社交媒体上讨论最多的 就是前总统克林顿 这个名字 通过这个名单 曝光的可能性有多大 好 那么今天呢主要就跟大家谈这些哈 上一次呢有一些朋友留言哈 一位朋友呢叫Lucy G 她说呢我的看法与老师一样 人生不过几十年 能亲眼见证和经历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于变迁 是难能可贵的 可遇不可求的 嗯 谢谢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 还有一位朋友呢是Connecticut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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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早就有别于中国文化 多元的很 这是海洋文化的特有性 千万不要一厢情愿的认定 中国文化与台湾有多大牵连 扯上中国就两个字 倒霉 这个我有点不太同意 不太同意见 台湾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不等于台湾和中国的关系 当然这是属于观点 我们观点不需要统一 我去过台湾 在台湾在美国我都有很多朋友 台湾朋友 蓝的绿的都有 我个人体验 台湾人在中国文化方面 至少比大陆人保存的更好 大陆是受中共党文化的影响太深 好 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还是请观众 干净世界的朋友能够注册关注一下 那个油管的观众朋友 订阅点赞和转发 还是请大家继续留言 欢迎大家留言 感谢观众朋友们在上一年对我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 这一年继续支持我的频道 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